好了,很快又到2021年1月1日了,也要提一提自己,要改一改口是2021年 首先祝大家新年快樂,身體健康,疫情也很快可以過去 希望大家都可以很快地回復正常生活,大家也可以很方便聚在一起 聊聊天,吃飯,有一個正常的社交生活 今天就想講一講1月1日,開始可以拿錢了,其實什麼時候拿錢都可以 不過我又特意試一下月頭拿錢,整個流程怎樣拿錢呢? 就告訴大家,有些朋友都很想知道,因為e-wallet這個對很多朋友來說 都是第一次聽,第一次用,都不知道怎樣可以使用這個軟件 你做了affiliate之後,自然就有介紹朋友之後,加入這個平台 你就會每句都會收到錢的 至於怎樣做呢?你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或者參加私人群組就可以了 想參加私人群組,主要是你經我連結參加了,就可以入我的私人群組了 好了,講回怎樣去拿的錢呢? 你怎樣 access e-wallet呢? 你這裡是找不到的,你就要去Affiliate那裡 因為你要用e-wallet,入錢進去裡面 即是收到錢,一定是經Affiliate收錢的 進來這裡之後,你就去Gap Pay Gap Pay之後呢? 你就可以按下一點點 這裡又教怎樣設置e-wallet,怎樣去LOCK IN 這裡你可以看回的,我這裡不詳細講了 直接跟大家做一次給你看 這樣就access 進來的板,你就會看到這裡 你首先先LOCK IN了 你之前設置的時候,應該有一個username的password 我現在就先LOCK IN了 接著就按LOCK IN了 進來之後,你就會看到你的BALANCE有多少 你可以選擇一對數,通常都對的 1679.14 那我是1679,差一點點 零頭不知去了哪 差一個零頭算 那就不理會了 可能是transition fee之類 那就去回了 在這裡 你看到過去都是有些錢 原來有些sign up fee的 扣了1元 有些每月的mintence fee 也扣了1.5 所以total就會有2.5的difference 這個1679.14 和這個 剛剛是2.5的difference OK的 接著我們就可以withdraw front按按 withdraw front之後 之後呢 你就可以選擇你之前setup的戶口 選擇它 當然可以用Bitcoin 或者其他東西都可以 他這裡說USDollar不行 那我就選擇HKD 因為這個地區問題 香港是HKD 自不然就要轉 Currency 那Rate是多少呢 到時我收到錢之後 就再告訴大家 不過這裡要留意 就是 Ewallet的daily withdrawal limit 是5000元的 那這裡我就太大的數目了 所以可能我要分兩次 如果你想增加到1000元 你就需要submit你的Govern ID 即是香港來的 就是HKD 還有Proof of Address 就是住址證明 你可以給一個Bank Statement 就 如果給Bank Statement 就告訴大家 這個是Proof of Address 這個大家可以做的 那我應該沒有做到 我那時候 這裡暫時是 1至5000元 就是我現在只要拿5000元 那這裡就拿回它的授權 那這裡記得 就 按回它的Transaction Pin 那這裡說了 就 Rate是 7.5215的 那好過PayPal 我記得PayPal是7.51 好一點 那麼多 那接下來打回我的Pin 打完Pin 小心打 因為只有5次錯 錯了之後 就很麻煩 要再設定過了 所以你所有之前設定的東西 User Name、Password和Pin 都要自己記住 搞定之後 就按Continue 記住Transaction Feet 有4元 那4元 我想應該是美金 那就是有扣金 所以你每次就不要太少 比如十幾二十元 那你就不要轉 儲多些 你才轉 Transaction Feet 就比較划 然後呢 因為我第一次在這裡使用 這裡是沒有問題的 那如果完成之後 就會有E-mail 傳給我們 如果你是第一次呢 就會Hold3日 那之後呢 就會自動的 對了 那會有一個Confirmation E-mail 傳給我們的 那這裡呢 轉了出來 就是 37,000多元港幣 那我又計一計 它數目就對了 那首先 5,000元 乘以7.52 左右 就是37,600左右 那OK 沒問題的 這條數是對的 那接著 Transfer Now 那現在就剩下 6,000多元 那就 對了 完成了 另外我們其實都可以 而呢 剛剛已經 彈了一個E-mail 給我了 那我現在就給大家看 E-mail 好 那接著就很快 就已經不用幾秒 就收到那個E-mail 你看到 0分鐘之前 那 就告訴你 是轉5,000元的 那你按一條link 就要回覆一次 你是要完成它的 你記得按這個 要不然呢 就依然是放了 在這裡 是未完成的 所以一定要檢查 那你就發覺 它是Transaction Approved 那就搞定了 那我們可以回到 他的Home 那裏 你見到現在 是少了些 那也都是轉了 5,004元 剛才說 4元的Transaction Fees 是美金來的 就是扣了4元 美金 就是432 大概30元 港幣的Transaction Fees 所以大家記得 就不要太少錢 就開始轉 那不然就虧了收到費 那另外也會見到 Processing那裏 就是剛才我這條數 今天是 就是美國時間 所以依然是10月31號 那是 5000元 是正在做的 那還未完成的 那另外大家也可以 是 做一個 自動的形式 是 自動的形式 那 那 就是怎樣做呢 就是在這裏 是 那我還未setup的 那我就可以setup它 那 那你就可以選擇是 什麼時候去轉錢給你的 你可以每月轉錢 或者是一有這個payment就轉 那我就建議不要一有payment就轉 因為始終每次都有Transaction Fees 剛才說的4元美金 如果你譬如 只收到18元美金 那你有扣 扣4元 那即是 即是收14元 那你產生費的percentage 就太高了 這樣就不太值 是的 那 那建議大家呢 就用回monthly這個 是的 那看看有什麼advanced的option 先 那就可以weekly 或者byweekly 都可以的 即是1和16號 那你都隨你喜歡 那我覺得我自己就 1個月收一次錢都沒什麼問題的了 就要大家急著要錢 那就可以set短些 weekly 或者byweekly 兩個禮拜一次 那你set的limit 就我不需要set了 是沒有需要的 那最後呢 也都是要 轉回 進回它的pin 那入完pin之後呢 就可以set它了 那我以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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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每個月都收錢的了 是的 那它這裡就說呢 我有些是 有些班人在這裡 現在做不做呢 我可不可以做呢 我試一下可不可以做呢 那這裡已經說了 有一個是正在做的了 那一定要完成這個 就是大概 因為它剛才說了 第一次會hold三天的嘛 那它12月3號 那現在是美國時間 那即是好三天 即是1月3號 那即是1月3號之後呢 我才可以做第二次列的 那就要等一等了 那所以暫時我們就不可以做了 那呢 今次呢 就大概是這樣了 那你也都withdraw front 都之前提過大家 你是可以withdraw去bitcoin的 那但是bitcoin呢 你要做一個proof of address 其實我就太忙了 忘記了做 那可以在這裡做 做proof of address 然後呢 就可以轉做bitcoin的了 那或者我試一下做這個 那我下次就 試一下withdrawbitcoin給大家看了 那今天這條影片就講到這裡 希望幫到大家 如果有什麼問題 就歡迎留言告訴我 就是這樣 拜拜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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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